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平常說 我心情好 我只是要罵人而已 這樣想 這個人人認定是罵人罵 罵人很壞 開槌就要罵人 是罵人的印象 這開槌都不好 開槌就是罵人罵 那這樣 你說讓你心更好 你都不會要表達 對人一個關懷 說心情好 還是好在哪裡 有人覺得 我的心很好 只是愛罵人而已 這個就是正言法師所說的 脾氣嘴巴不好 也不算是好人 所以 你即使沒有惡意 但是講話大聲一點 也會讓人覺得你是在罵他 這樣不僅是會得罪人 甚至會樹立敵人 其實我們都經常聽到人說 我就沒什麼用意 我就這樣說而已 他怎麼經常放在心內裡 Faculty 放在心內的這句話 這就是叫做 你在不過言 说出去 但是这句话出去 就变成了 教徒独眼 正书记 说好话 如教徒连辉 如果说派话 就清楚 教徒独生 独生 就是独马 就是欧马 所以 这句话轻轻说 有欧 有毒 我们没感觉 但是在人的死命 就已经有了 口说好话 如口吐莲花 口说坏话 如口吐毒舌 我们在无意当中 说出去的话 却变成了口吐毒言 这样就像是法师曾经说过的 一句轻轻的话 却变成了一把利刃 往他人的心上 这么一次 这样既伤人又伤己 无心疾果 这句话轻轻 让人家打扰在心里 一句话轻轻 让人家打扰在心里 这句话轻轻 在无意当中 已经是 伤心的 让人心 我是天然 我都是一路 我是天然 我都心里 我心里 我摆了 我可以 我可以 我챙 我身在 我身在 我 Casa 我 我 是我 手 是 心已经受胸的人 所以 要好好团练 无疼欧求 人爱偶的妖 恩就爱既 法师提醒我们 要轻声柔语 用内心的爱去安抚 心已经受伤的人 下一回想发脾气 大声说话的时候 别忘了法师的叮咛 温柔爱语 才能够结好人缘 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 是在多用心 Podcast几个大平台 都可以听到 我是美兰 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追踪 想了解更多的内容 可以到IG和FB来搜寻 多用心 耳朵的 多用心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